禁草 有一位大德叫做知遁 知遁 他的智 是道理 当时是一位高审 俗姓令 就令向如的令 是陈柳这个地方的人 少小出家 神兮超悟 聪明有志 这千载为一 觉得他的智慧 可以讲非常的殊胜 在一千年当中 可以讲是唯一的 特别的 而他有一个习惯性 有一种观念 他认为这个鸡卵 鸡蛋 鸡卵 受气为主 认为这是没有生命的 吃这一种的鸡蛋 没有什么罪的 他的师父呢 吃瓷节 吃素的 这个 活化传到中国啊 汉传的活化 大乘的根性 都是吃素的 而师父呢 就很常的教诫他 所以鸡蛋啊 不可以吃的 这个吃顿呢 一听到 快变直言 这口才很好啊 马上就变了 就不听他师长的话 所以啊 师父啊 这教导 也没办法改编他 后来 他的师父往生了 有一天呢 忽然 哎 见到他师父来了 在他的面前啊 拿着鸡蛋啊 对着这个吃顿啊 往地下一蹬 哎呀 这个小鸡啊 从卵里面跑出来了 啊 还鸡还会啊 爬爬罩 到处走啊 会啄东西来吃的 这时候呢 吃顿一看啊 傻眼的 心里面呢 就升起怀疑 难道这个鸡蛋 会有生命的吗 但是呢 还是不能够呢 弃除 他的这种执着 后来啊 他有一次啊 又想吃这个鸡蛋的时候 就做梦了 做梦 梦到啊 有一对的夫妇 到了他的跟前 就跪下来 跪下来之后啊 就说了 我们啊 有三十个孩子 明天呢 要供到你的厨房 去做饮食了 师父啊 你吃杯啊 求求你啊 你吃杯啊 你哀救啊 放在他们的生命吧 也是一样 拿着这个鸡蛋啊 往吃顿的前面呢 一丢 都有了 那个白衣的小孩呀 从那个蛋里面呢 走出来 好 这时候呢 支顿法师呢 他醒来之后 深深的 忏悔 喝着自己 哎呀 以前呢 就是一个执着 有希望的认为 这蛋啊 没有生命的 现在啊 经过这两次 他就悔改了 吃素了 汉传佛法 大秤啊 都是吃素的 不可以吃众生肉 蛋啊 就是众生肉 我们要认为 啊蛋啊 南传都吃蛋了 那你就去当南传 哎呀 他的小秤的 现在不喜欢 那以后 混乱在大秤里面 两边都不是的 所以 这个古人啊 因为啊 有善根 所以啊 有这一种的 灵验的事情 使用他 改过来 现在人呢 造恶啊 也没有护法神 来处罚他 所以啊 他认为 好像没事 但历上里面讲啊 这一种情理 因为后面 有第一的苦吧 等着 所以现前没事 所以因此呢 我们呢 对 汉成活法当中 是大秤的 大秤呢 慈悲心呢 自从生肉啊 是得无量罪的 观念啊 要正确 不要贪 这口呼之意言 好 好 好